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进入讨论之前 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宇州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宇州 好的 谢谢欣欣 首先 前泰国总理英拉星期二接受停讯 她被控对一个大米补贴项目管理不当 导致国家损失数十亿美元 英拉星期二来到曼谷最高法院时数十名支持者呼喊她的名字 英拉去年被罢免总理职务 英拉对记者说她肯定自己不会被判罪 这项控罪的最高刑期为十年 在星期二的停讯中 英拉声称自己无罪 随后交保释放 下次停讯定于7月21号 英拉被控犯有毒职罪 理由是她没有能够制止大米补贴项目存在的腐败现象 这个项目与高于市场水平一倍的价格 向农民收购大米 另外在美国方面 美国西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大约170名对立的摩托车帮派成员 星期一发生火兵之后 现在仍然被关押 保时机被定为100万美元 德克萨斯州维克市警方说 正在继续调查这起暴力事件的起因 发生在维克市双峰餐馆的这起暴力冲突 造成9名摩托车帮派成员死亡 18人受伤 警方说 多达5个帮派的成员用枪 刀 指节同套和摩托车链进行互殴 最后 在美国 奥巴马总统目前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 要设法用不超过140个词与外界交流 星期一 奥巴马首开私人推特账户 他承诺亲自同美国人民交流 而不是通过助手 奥巴马简短介绍自己是父亲 丈夫 美国第44任总统 并且推出一张他3月份与众人步行穿过阿拉巴马州 埃德蒙特斯大桥的照片 奥巴马的第一个推文是一条问候 你好 推特 我是巴拉克 真是我 奥巴马在推文中还说 6年了 他们终于给了我一个账号 这份推文星期一上午11点38分发出 稍后他前往新泽西州的卡姆莱登市视察 并且发表讲话 仅仅超过5个小时 奥巴马的粉丝就超过100万 相比之下 英国首相凯贝伦 2010年1月以来累计的粉丝 仅仅为超过100万 教宗方济各2012年12月注册以来 粉丝仅仅超过600万 好的 以上就是美国之一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由宇州为您播报 谢谢收看 收听 我是宁欣 您正在收看VUA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VU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黑龙将庆安县农民徐春和在火车站被派出所民警开枪击毙的事件 从一开始就导致舆论沸腾 民情激愤 民众关注的焦点一步步从警察开枪的讨论 逐渐转移到上访 维稳 权力 腐败等议题 特别是5月14号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报道民警开枪 属正当履行职务行为之后 更是引发了公众对于公权力是否遭到滥用 中国社会是否加剧分裂 政府和官媒的公信力是否进一步丧失 甚至国家治理是否失败的担忧和质疑 中国公众的质疑是否是空穴来风呢 徐春和事件将如何收场呢 中国社会各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事件上真正达成共识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一位是徐春和母亲的代理律师谢燕毅先生 谢律师通过电话从中国参加今天讨论 谢律师你好 嗨 您好 第二位是美国职业律师韩联潮先生 非常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谢律师您好 我们首先想来关注一下谢阳律师案 我们知道本案的代理律师谢阳 星期天的时候在南宁遭人殴打并遭受重伤 他是小腿骨折 非常的厉害 对 那现在没有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 谢阳律师的被殴打呢和徐春河案件有关系 但是呢很多人还是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 所以首先想听一下谢律师的看法 您对您和其他的三位律师 对谢阳律师的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目前担心自己的安全吗 谢律师 是这样 谢阳这个事情呢 其实呢他是在广西啊 代理了一桩这个经济纠纷的案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生了这个事 但是在这个现场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当事人 还有其他的几位律师 这件事情呢 确实单单发生在谢阳身上 是一种巧合呢 还是一种 这里面有什么背景 现在的确还得不出结论来 现在还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 这个广西方面 南宁警方啊 也对这个事情呢 他今天也做出了一个所谓澄清 或者是向外发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明确的讲呢 说是是因为这个经济纠纷 那双方的当事人呢 两个公司因为经济纠纷 所以产生了这种 这个所谓的这个律师被打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件事呢 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的这个 进一步的这个观察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呢 因为我们介入了徐春河这件案件 的确是引起了 很方方面面的关注 包括我本人呢 其实有关方面呢 也对我进行了 这个怎么说呢 是一种暗示也好 威胁也好 警告也好 也有这个情况 也有这个情况 另外我想大家在我们现在这个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有个情况呢 就是屠夫无干了就是这个维权人士 他公布了民间的这个所谓徐春河这个这个产案的这个录像视频 现在他本人呢 现在还在被江西的警方 现在被拘禁的这个状态下 那么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 跟谢阳这个事情 以及 我想呢 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呢在有人有微博上有消息称呢 在安徽 有一个叫财宝源的这么一个网民 因为发布了新华社 Y区报道 网上来我获得的 我获得的 基本上呢 应该说这些情况确实是发生了 那么这些情况是不是都跟这个庆安这件事情 跟徐春河这件事情 有联系 我想呢我们 可能在不远的 就几天之内呢 就会得到一个 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谢谢律师 那您现在和其他两位律师是否担心自己的安全 你们还会继续把徐春河案这个案件代理下去吗 是这样 我本人来讲呢 倒不是很担心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 我是作为这个一个律师来介入这件事情 我仅仅是要求这个事情有一个法律的结果 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 我是本着理性和依法的这么一个立场 理性依法和独立的这么一个立场 来在法律框架内最大化的维护我当时的合法权益 对吧 所以我呢 我想呢 我是忍者无忧啊 没有什么 你说有什么担忧吗 我个人倒觉得 其实担忧不担忧也没有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吧 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不会影响我 这个继续的这个参与这个案子 维护我当时的这个合法权益 是这样 好的 谢谢谢律师 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其实上个礼拜四 已经开过一个话题来讨论 但是观众的反应非常的热烈 所以呢我们今天接着再来讨论 很多人呢质疑这个徐春和这个事件呢 它的影响力在于是很多人质疑这个公权力的滥用 还有呢在中国社会进一步造成撕裂 另外呢大家还认为说这个官媒和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 我想请您谈一下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这个说法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向这个谢律师表示敬意 他们这些维权真的是守住这个法律底线是非常不容易 那么我的观察就是说中国现在存在一个这个 整个中国弥漫一种暴力之气 这个暴力之气这股这个利器啊 实际上是作用者还是中共 这个习近平这个 中共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合法性 可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已经受到这个严重的质疑 那么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共党类啊 尤其反腐那么开始形成这个核心权力 已经开始发生分裂 它已经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执政安全的危机 那么它不是通过所谓制约潜力这个政情政治体制改革 维持这个社会公正来化解这个危机 而是呢通过暴力维稳来来来来应对 那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就是说 可能会加剧社会的这个失恋 就是社会会从内部这个这个体制啊 机制会从内部进一步的溃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那么像徐存和呢 是众多的暴力维稳的牺牲品受害人 那么我们前面知道 你像这个六四的这个英雄李旺洋 还有讨薪的这个河南民工周秀云 后来还有这个人权这个这个维权人士曹顺利 都是不明不白在这个暴力维稳这个政策之下 受害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做法呀 会更进一步的酝酿更大的这个这个危机 带来给中国人民这个中国社会更进一步的撕裂 带来更大的危害 很像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之前报道说 徐存和一直多年来一直在上访 那么他的上访的这个目的 就是希望把他的母亲送到养老院去 把他的三个孩子送到福利院去 但是这个他的这个目的一直没有达到 所以他多年持续不断的上访 甚至最终付出了生命 就是当时可能他们以为他要去上访 但是其实他可能没有要去上访 只是要去亲戚家去探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和地方政府 应该对他这个事情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当然这个我想是这样 这个首先公民有这个上访的权利 公民有旅行的自由 那么他进入这个火车站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的意思要伤害这个警察 他只是说正常的一个旅行 这样的旅行都被受到限制 无缘无故的非法的受到限制 引起一些纠纷 然后被致死被打死 我们就想到一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在清朝的时候 我说这个中国这个法治制度 还不如清朝封建王朝的法治 我们知道在清末的时候 有一个杨来武小白菜的这个案子 那么就是下边的这些官员 膝下满上制造了冤假错案 然后呢慈禧太后当年 连发十道遇止 要求追查真相 最后终于这个内阁大臣 也是反复的这个磋商研究 最后终于把这个事情平反昭雪 那么数十名的这个官员 因此丢掉乌三茂 我们知道在封建王朝 老百姓还有这个南路深渊的这个权利 那么现在在中国上访都不允许 上访还要被枪杀 这个跟封建王朝不如 不如封建王朝 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 也封建王朝的这个制度都不如 我觉得让我非常的寒心 谢律师 我们知道您上个礼拜五呢 包括您在内的四位律师呢 已经起诉中央电视台恶意报道 虚存和案件 对家属和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如何好吗 嗯 对 这个起诉这个中央电视台呢 我们也是经过了这个认真的研讨的 因为我们想呢 这个事情肯定 我们还是希望回到这个法治的回道上来 对吧 就是我们觉得呢 这个事情既不能有一个所谓中央电视台 来进行一个舆论的审判 是不适合的 也不能由一个任何一个强力部门 比如说这个地方铁路局也好 公安局 铁路公安局 乃至是公安部也好 来做出一个 对这个事情做出一个性质认定 做出这么一个结论 我觉得这个 这都不是一个法治的 法治的做法 这都是有一 还是有些部门 有些权力部门 有一些当权者或者是一些 一些势力吧 还不理惯于法治思维 或者叫做现在提倡的 所谓依法治国吧 这种工作习惯 还潜藏着一种这个特权意识 就是说好像这个事情 不经过调查 不经过司法程序 仅仅进行所谓一个强势的媒体 进行一个公告 或者是一个地方铁路公安局 或者甚至公安部这个部门 它就可以做出一个 行政的这么一个决定 就是有效的 其实我觉得从常识上来讲 你公安部也好 你这个还是说地方铁路局也好 铁路公安局也好 它也就是一个行政主体 在法律上来讲 它没有任何特权 更何况一个媒体 更何况一个媒体 一个中央电视台 我不说大家讲的是无良媒体 我想它有什么资格 进行这么一个 一个道德审判也好 或者一个事实的 一个真相法律事实的 最后一个性质性的认定 我想肯定这个是无效的 而且在这种报道当中 我们都从常识上来讲 从他的这种 所谓他这种手段 这种表演表现来讲 都已经把这些问题都已经爆了无遗了 他就是要再掩盖 再扭曲 我想这个我们作为当事人的代理律师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当事人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要提起了诉讼 提起诉讼 但是现在还是有些困难的 技术上包括程序上 现在还没有正式立案 但是我们也 其实电话好像有点问题 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刚才你问到 这个国家这个责任问题 那我想谈一个什么东西 他们现在一个是媒体 妖魔化这个徐同和 把他说成是一个二溜子 即使是二溜子 你也有基本的生存权利 同时呢 讲退一万步来讲 那么他本人是二溜子 好吃懒 好吃懒做 是刁民 那么他的子女 三个子女是无辜的 他的老母亲是无辜的 中国的权贵集团 一方面是交涉营益 这个生涉全马 侵吞了大量的国有资产 这个在海外搞什么 一带一路 满世界撒钱 金钱外交 但是值这个名声于不顾 那么像这样的基本的这个生活 这些他的子女 他的老母亲的这个基本生活 那么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都不闻不问 迫使他不断地去上访 这个我觉得中国是有 中国中共这个政府 是有效付直接责任的 好的 我们现在的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听听他们对徐成和案件的看法 首先我们来听的是四川的关先生 关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好 我本人也是一名律师 首先我很崇敬这个 很崇敬这个谢律师 他不仅很有勇气 而且也很专业 我还不太同意这个海面超 这个嘉宾的太意见 我觉得一切事实的话 我们作为专业的律师来说 都要讲这两个字 证据 怎么能拿证据来说话 刚才谢律师他平息得非常好 就是说一个媒体 一个包括他当时的铁路局 或者是他的公安局 他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当事人 他可以发表他的看法 但只是一面之词 这个事情应该经过一个有权机关 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 来做出这个结论 我觉得它是合适的 就是说我们就现在 没有包括我们自己 不能 就是说是可以说出自己的一个推测 或者一个看法 但是对这个事情的话 都还不能定性 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我还想问这个 谢律师一个问题 他从事这个文权工作 第一个 他所在的司法局 也没有找到他的麻烦 理事协会也没有找到他的麻烦 他现在又接受了 美国资金的采访 他会不会啊 因为我们律师每年都要连检 会不会他明年他连检 他就通不过了 就再担任不了律师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命根子 就在政府的手里面 你这个怎么做 谢谢四川的 谢谢四川的关先生 现在谢律师的电话连线 出了有点问题 不过刚才他的节目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说他已经受到 有关方面的暗示 或者警告 或者关切 所以我们如果是谢律师 待会回来的话 我们再来把您的问题 请教他 我们接下来请山东的 孔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孔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通过这个事件呢 我想到的是 习大帝和王岐山书记的 反腐动势 已经到了末端 所谓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劫了 习大帝的上任三把火 已经烧完了 已经要熄灭了 我今天接到了 保证市北市区法院的判决 我又败诉了 一审再审 已经审了八次了 已经经过抗诉的 反贪报复案 今天我在保证市 北市区法院又败诉了 我对中共的独裁统治 彻底绝望 谢谢再见 好 谢谢煽动了孔仙 那我要请教一下联潮 刚才我们四川官仙 他本身也是律师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观点 就是证据 让证据来说话 我们知道这次央视 公布的所谓的 完整视频里面 其实剪辑了很多部分 包括说有之前在网上 有这个网民所流出的 这个徐中和遭到 这个警察暴打的视频 在里头这个视频里面 有这个一段对话 是这个警察打他的时候 还骂他说 还牛不牛 牛不牛 然后还说不要命的 再转一下的 所以说这个部分 在这个央视的视频里面 是完全没有呈现出来的 所以是不是这个证据 本身可能在被掩盖的情况之下 是没有办法来作为 这个可能在中国的 司法体系里面 没有办法被拿来做证明 对 关先生说的是对的 需要证据来说法 但是中共的这个司法制度 你看他自己也说了 是完全在党的控制之下的 他的律师的这个生活生计 他的都是这个在 他的命根子掌握在 司法局手上 所以在党的领导之下 所谓进行的这个法制 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那么所有的这个视频 是篡改 模 这个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 不符合法律的程序 那么法律还没有 这个启动这个程序 他就把这些视频公开了 没有一个 现在还到至今为止 没有全部公布这个视频的全过程 那么我想今后在证据上面 他们还会制造很多的伪证据 来证明他们枪杀 这个徐生河是合法的 是合理的 这个我觉得在一个 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下边 是不可能有正当的 这个公正的来审判一个案子 所以需要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 律师可以不受威胁的来代理自己的这个客户 那才能可能真正保证一个司法公正 目前情况下 谁也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这个视频 没有办法公开他的这个视频 只是这个群众 从侧面的拍摄了一些东西来作战 而且这些群众还受到政府的这个控制和打压 好 谢律师 欢迎您再次回来 我们看到了这次这个清安枪杀案的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查过程中呢 公安机关在主导事件的进展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对刑事案件负责调查 和起诉的这个检查机关 一直处于沉默的状态中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 都没有介入 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 我刚才这个没有谈完 就是说 我看我的同行刚才也讲了 我们基本上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说 你这个公安机关呢 在这里面呢 它要么就是一个当事人的角色 要么就是一个 最多也就是一个侦察机关 它可能是 也可以是作为这么一个角色 但是它不能代替这个检查机关 更不能作为 更没有裁判权 没有裁判权 所以我们 我们要努力的 把这些 它作为一个 一个法律主体吧 它没有任何特权 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都必须要在 必须服应于宪法 于法律 所以它不能沾越 沾越这个程序 所以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就是本案呢 就是也必须要经过司法程序 最终就是由人民法院 来来这个 这个依法裁决 是吧 即使这个裁决 它实体上有问题 那么 但是程序上 这个也必须是 至少程序上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 所以来讲呢 为什么 公安机关门 无权做出裁判 无法做出裁判 但是它现在 成为一种 一个裁判者的角色 甚至央视 已经成了一个 也在进行这种裁判的 这个角色 那么我想呢 它这 这不是法律的意志 不是国家的意志 这是个别人的意志 这是少数 少数违法势力的意志 它不代表法律 不代表国家 是吧 我说呢 它是少数 少数人的意志 所以我们就只要 要把这些少数的 这些个别人的意志呢 让他明白 他不是国家意志 不是法律意志 必须要服从 宪法和法律 是吧 我们 所以来讲呢 才有必要进行这个 所以我也 我刚才讲了 我也没有什么 在这里面 没有什么担忧的 那么现在 我不是在 我对国家和法律 不是对立的 甚至我是在 落实贯彻 希望法律的意志 得到伸张和贯彻 是吧 国家的意志 得到贯彻 是吧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少数人的意志 在绑架国家的意志 和法律的意志 绑架这个社会 下面绑架上面 上面绑架下面 胡作非为 那么这个事情 我想呢 我为什么说 其实从律师的角度 我们跟政府 不是对立的 我们就是希望 政府也好 公权力也好 包括我们受害人也好 包括肇事警察也好 所有的方方面面 都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依法来处理这个事 是吧 好 谢谢 这样的话 法律上最终是一个什么结果 我觉得 我觉得呢 在真相与法律面前 大家都是平等的 没有谁有特殊性 那么它最终是个什么结果 法律上得 有一个什么后果 那么我们都接受 不论对我们是有利 是好 是这个结果 不论对我们来讲 我们对我们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觉得都 这才可以接受 否则的话 个人的意志 个别势力的意志 强加于我 强加于这个国家 强加于社会 强加于我的当事人 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我们还要指出来 这是一个个别人的意志 它不代表法律 不代表国家 谢谢谢律师 我们现在线上 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 等待我们这个话题 讨论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想听听其他的 听众和观众的意见 首先请河北的张先生 非常简短地发表一下 您的看法 张先生 河北的张先生 你好 中国的宪法规定 一个判定公民有罪和非罪 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 做出权权 其他的机关 是没有做出这个判断的结论 所以说 司法机关 虽然说 司法独立 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由法院做出的判决 还是要比其他的机关 做出要公正一些 谢谢 好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 简短地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李先生您好 请讲 请讲 我问问你们这几位 是不是都是这个华人 是不是都是什么 听不见 你们是不是华人 他说华人 华人 这个好像跟今天的问题 没有关系 所以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打电话进来 请您下次跟话题相关的时候 再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进行讨论 韩先生 最后有个问题 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这次 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庆安的这个乡想 导致了庆安官场的塌方 我们看到了很多 包括庆安员副县长 董国生 县委书记孙景山 还有包括检察院的检察长 魏鹏飞等等 好几个人都躺着躺枪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我觉得首先是犯了重怒 因为群众总是同情弱者的 那么社会还是有一个正义公义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贪腐 已经是一个生态 一个文化 政治文化 贪官是抓一大把 稍微一查 就是一群 那我想跟这样 这个庆安的这个下马贪官 这个还是 数量还是不够大 我觉得可能 要震撼的话 你像清朝的时候 杨乃武 小白菜的案子 三十多名的这个官员 丢了乌三毛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加大力度 好 最后我们想请 谢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您觉得 徐淳和案会不会像 就是两个月前发生 这个欧博事件一样 变成一个烂尾工程 另外您对徐淳和案件 这个真相大白 是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谢律师 我觉得这里面呢 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呢 很难预料 但是觉得这个事情呢 能够呢 不使人们更加的觉醒 在这个事件当中呢 大家深刻的认识到呢 解放和维稳呢 它就是违法的行为 这个行为我再强调一遍 它不是公务行为 不是公职行为 是私物 是贯彻的少数人的意志 不是国家行为 不是法律意志 不是国家的意志 法律的意志 对吧 所以来讲 从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问题呢 那么 始终每一个环节 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对吧 我们这个事情 深入剖析下去 每一个环节 都有合法与违法 的意志的较量 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里面 所以我想呢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要民间的这种 和平民主的意志 这种法治的意志 是不是足够坚定 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念 有没有这个信心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 朝野上下 也包括体制内的 这个健康的力量 能不能对树立一个 和平民主的这种信念 和法治的这种 依法治国的这种信念 大家相不相信 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念 如果有的话 这个事情我认为 就有希望 假如大家不相信 相信特权 崇拜暴力 不相信和平民主 这个社会将会走向文明 不相信人性的普遍诉求 也不相信 依法治国是真的 大家能够有人权 大家能够争取自己的权利 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不相信自己有天赋的人权 做人的权利 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就没有希望 起码是暂时没有希望 还需要这个社会 进一步的公民的觉醒 这个社会 大家还需要一个过程 大概就是这个判断 但是总之 我认为走向和平民主 和法治中国的前景 这个彼岸应该为时不远 为时不远 好 谢谢谢律师 时间关系 关于徐纯和事件 是否加剧了中国社会分裂的讨论 就先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徐纯和母亲的代理律师 谢延毅先生 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联潮先生 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稍后我们将带领关注 为何中国总理李克强痛批 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做法 欢迎继续锁定收看 海峡两岸65年来的 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 透过沟通协商 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其慧究竟是不是一项 不可能的任务 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华新闻网的叶博英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土质 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台湾那么多了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前当中 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各位观众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O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中国总理李克强 5月6号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 试责了有关部门要求公民证明 你妈是你妈的做法 并且以此强调改革的重要性 其实李克强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 就提出了行政改革 但是多年来一直未见具体成效 为什么中国行政改革如此困难呢 而相比权贵们享有 我爸是李刚的便利 中国一般的事情小民 却需要来证明你妈是你妈 中国的行政改革为何难以起步 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关系如何 行政改革不成功 对于中国的经济以及社会 将造成何种负面的影响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将边有两位 一位是仍在我们演播室内的 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韩连超先生 另外一位是网名为北风的 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 北风通过Sky从纽约 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 北风你好 大家好 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 请您拨打400 120 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 那第一个 我想先请一下一下连超 就是为什么李克强 一直要来推动行政改革 这对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这个推动行政改革 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既定方针 也是这个习中央的一个 想推动的一个主要的任务之一 那么他想通过行政改革 来代替政治制度改革 给中国和世界人民 制造一种假象 他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我想他 当然也可能他想通过 这个行政改革 提高官僚制度的效率 通过重新配置资源 改变政府职能 一些做法 那么来增加他的执政的效率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 它的本质上 这个行政改革的本意 可能还是对权力 财富和利益的一个再分配 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项权力 都是跟这个经济 金钱密切相关的 这个利益盘根错节 注射到每一个权力的时候 都会受到这个利益集团 权贵集团的这个强烈反对 这基本上是一个 离死我活的 这样的一个斗争 所以就是跟利益集团 进行博弈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利益集团之间 相互博弈的一个过程 应该这样说 因为你把事业单位 换成这个企业单位 企业单位换成事业单位 把这个重新组合 某一个部门 大小部门 这几个部门合在一起 并没有从本质上 改变中国这一党专制的 这个政治制度 那么他的结果呢 就是减政放权的结果 越减政 那么越人员和机构 越臃肿 越旁扎 越放权 权力的越高度垄断 越集中 所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权 那我想紧张一下北风 就是关于这一次李克强 他以这个你妈是你妈 这样的说法 来推动他所谓的行政改革 你觉得他的成效会怎么样 以及所谓这个你妈是你妈 这种事情 到底在中国有多品尝呢 首先我想回应一下 就是刚才韩年潮先生 抱歉 回答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认为这次李克强 在他上任之时 包括最近不断强调推动行政改革 在我看来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济下行的 大周期下 我们知道财政收入的增长 已经下降到个位数 税收有些地方已经出现负数 这个地方现在的行政系统 他们已经难以符合 另外方面 李克强可能也希望借助于这种行政改革 降低民间 办企业的这些成本 为增加就业做出贡献 也就是在这个经济下行周期不得已做出的一种安排 在我看来就和李克强提出那个你妈是你妈这个例子 来阐述行政改革的重要性 当然就是说行政改革有必要 这是毫无疑问 但是用你妈是你妈这个例子 我觉得是非常不恰当的 李克强以他总理的身份说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对整个行政系统职能的不了解 我们知道就像我们在办理一些财产的继承 或者是子女的入学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来证明你妈是你妈 因为这个亲属的关系 直接亲属的关系的证明 我们往往知道就是说可以用出生证 可以用开那个公证书的方式来证明 但中国碰到的问题 现在是行政指引不明确不规范 各个地方就不知道 让民众去办哪些材料 能够证明你妈是你妈 很多地方就是说 要限一级以上做公证部门公证 那公证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户口本行不行 那很多地方又要求说 你还要到你所在的出生地的派出所 开一份证明 所以这些方面就会给民众增加的负担 也带来了混乱 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想对这个问题 你妈是妈的这个说法 也用我自己亲身经历来谈一下 因为这个我想李克强引用这个故事 并不是说是无中生有的 那么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我家本身就是这样一个 李妈是你妈这个政策的受害人 我比如说我妈妈过去几年前 她那时候84岁 跟我哥哥住在昆明 那她的户口和银行账户 她的组织关系都在湖南湘西 为了要关闭这个银行账户 那么你必须本人亲自去当地银行来关闭 所以我哥哥为了跟这个银行交涉 那么银行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就是直接她自己来处理 而不必要我妈妈出面 来把这个事情把银行账户关掉 银行就坚持你妈是你妈 你不能代替你妈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我哥哥就没有办法 长途趴射把我妈妈这个那么大岁数 身体不合每况愈下 拿了几千公里跑到湖南湘西 关这个银行账户 回到昆明家中 几个小时就大面积老数学 结果就很快就过世 昏迷了一周就过世了 所以这个你妈是你妈这个问题 就是说它不仅仅给人民群众带来不方便 像我们这个情况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你妈是你妈 这个行政改革本身只是反映 中国权贵的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 它本身并不能代替一个政治体制改革 不能限制权力 因为我说每一个权力都是跟金钱密切相关的 像这种这个权力也是跟金钱相关的 刚才那个你妈是你妈的那个案子 李克强讲那个案子 你只要付钱 你妈是你妈的证明也就可以不需要 对 这么说这个先生付了旅行社60块钱 最后旅行社就说那你不用交这份证明 对 而且过去中国没有这个法律制度 什么像我们都没有出生证的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制度 你怎么样去证明 很多机关 比如说派出所 他的这个户口迁出了 户口或者被烧掉了 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历史上的一些证明文件 所以而且呢 这个很多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美国 那么你需要也是证明你妈是你妈的情况 但是你妈 她不是一个你家庭的组织成员 所以这种和你子女证明 这是你的子女不一样 因为你子女要有旅行 或者是被人绑架 或者这个这种情况都有 那美国要求可能就比较高点 门槛比较高点 那你妈的那种情况 在很多这个领域里头 这个尤其是这个商业领域里头 根本不应该存在这种情况 是 那其实林安装你刚才提到 就是所谓的权贵的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斯坦佛的这个大学的 知名政治学家 这个福山 福山教授他在他的新书呢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里面 就有分析了 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来分析 他说中国的问题呢 在于精英的阶层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存在太多的纠葛 国有企业 政府部门 还有许多非常适应 当前体制的强大社会行动者 会对经济增长 还有政治改革等进步造成阻碍 所以这是中国政治衰败 一个潜在的来源 那刚才你也提到说 像富裂你小钱 其实就不用证明 你妈是你妈 为什么这个中共的 党政相关的人物 他们可以说我爸是李刚 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便利性 但是一般市井小民 还要费尽心力来证明说 我妈 你妈是明啊 我妈是我妈 所以福山的分析 是不是有道理 这个权贵还有利益集团 的确是造成政治改革 新的最大的一个障碍 我觉得福山是 讲的是有道理的 福山是我的老师 但是我对他 在对中国的发展模式 还对所谓的强权政治 强权政府的一些说法 我并不是认同的 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 实际上就是说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 完全放弃了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 放弃这个三权分立 用制约权力 所谓的先把一部人富起来 在经济上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 这个双轨制实际上就是 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 这个摇钱术 现在你要搞这个 所谓的这个行政改革 放权 比如说放掉审批权 那么肯定很明显 就会引起这个利益集团的 这个内部的一些一个纷争 那么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阻碍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他们在行政改革呢 没有改到根本上 根本的就是应该要制衡这个权力 要消除清除经济双轨制 不清除这个 这个是这两个东西 是中国贪腐的一个巨大的温床 是 那我想请一下北风 对这个问题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为什么有的人是可以 我爸是李刚 但是一般人却是你妈是你妈 这个就是中国是一个 关系社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有关系的人一切都很容易 没有关系的人一切都很费劲 他再小的事情都是难以登天 刚才韩联超老师 其实已经提到了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权贵和特权 它是权力不能得到制衡的一个表现 它本身也是症状之一 它不是造成问题的根本性原因 现在中国官僚和行政系统 最大的障碍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问题 那其实行政改革能不能生效 回过头来也应该看到这一点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行政要改革 那议算要得到控制 议算要控制就要议会 就是中国的人大系统就要真正发挥作用 这就很容易就涉及到分权设置的问题 那这又是一个体制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所在 其实我们在回顾历史上 所有的金兵减政的这么一个历程的话 发现每一次都是金减再膨胀 金减再膨胀不断的这种反复的过程 这个就是跟专制政权的一个自力和自我扩大化 这个内在的性质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这一点得不到改正 那一切行政改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一场空话 那怎样走出这种怪圈呢 北方 那这毫无疑问就是说 既然我们知道问题来源最根本性的原因 都在一个本身的分权制衡上 当然你就有可能就是说 第一你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些地方自治的方式 把一些社会的事物 地方的事物 交回给地方来管理 那你是不是不需要请那么多工作人员 那另外一方面你真正发挥司法和议会 立法对行政的监督作用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在避免就是说 不断的出现精简在膨胀这些过程 我想这些问题大家都看得到 中国现在在这个行政改革上 经常出现这种反复 我想他们也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正觉所在 问题只是在意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 对整个权力计衡机制 做出重新设置和彻底的进行改革 这就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 不可能有独立于政治改革 居外的行政改革成功的先例 我想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谢谢北风的分析 我们线上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不过我们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 也许北风的一个说法 我再想问一下联潮 因为他的说法让我想到 我之前在台湾的一个经历 我到台湾外交部去申请新的护照的时候 我就预计当天可能要花一整天在里面 我还带了一本书 进去想说可能玩玩手机看看书 结果我从进去拿这个旧的护照 交钱到我出来十分钟 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么高的 效率的公务机关 那你知道台湾就是在经过 很多次的选举之后 还有刚才这个北风也提到 所谓立法机关来监督行政机关 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压力 必须要简化整个行政流程 所以从以前你可能要花一整天 才拿到一本护照 到我现在从进去到出来 只要十分钟 所以你认为说今天在中国的问题 是不是就像你讲的 如果今天有一个立法机关 或者是这个行政首长 他本身有下台的压力 没有连任的压力 是不是才能够真正的进行行政改革 对 就是这个 他必须对人民负责 而不是对上级领导负责 这个是这个要害 你的权力来自人民 而不是来自上级党委书记 那么这个思想观念思维方式 就会发生改变 这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 那么另外这个权力的 我们知道这个重要的就是一个制衡 过去从这个大宪章开始 就是限制一个权力 那么君王的绝对权力受到限制 和这个贵族们通过妥协 那么现在中共的政权 它不愿意跟任何人来分享这个权力 不可能让权给人民 那么不限制权力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社会的 所以建立法治社会的最大的前提 就是要限制绝对的权力 因为我们知道绝对的权力 导致绝对的腐败 那现在我们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 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接听的是辽宁的孙先生 孙先生请说 您好 下面好 您好 我想说啊 我想说的是中国吧 说改革不是不能改 可是从目前这个情况下 咱中国人是传统五千年的文化 造成了的话 历史上这种的话 官僚体制是这种代代相传的 这种官场文化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 他们想建立这个国家支柱 建立人民的大功德 所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 以邓小平 他们的话 极右翼思想 立言的话 把毛泽东打倒那些人 就是全都扶上正位 你比方说 河南的省委书记 叫吴子普 那时候 就是河南各自那些的作业 都是吴子普搞极左路线的话 才导致的 毛泽东发现以后 把他撤了 在改革开放时 邓小平把他们的话 全都是没有别的 哪儿推翻一切过去的评价 就把他们平反出来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大几点 改革开放 到了的话 现在中国政府的话 这些官场的腐败 如果毛泽东在世 文化大革命地打倒 那些人 并不是说平白乎乎把他们打倒 你现在从国际来看 从现在看 从国际看 你看看这些人是不是有错误 因为的话 不好意思 孙先生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我们需要把时间 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 如果我们已经听到您的说法了 接下来我们请 天津的艾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艾先生请说 您好 我想就是问这个 韩先生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上半场打的电话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美国的警察 对黑人的侵察案 比如这个 像美国的陪审团 大部分都是白人 听见艾先生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如果是跟这个 相关的问题 欢迎您到我们中文网上留言 或是这个时日大谈的Facebook 或是我们社交媒体上 留言来这个询问 我们也之后呢 会请来宾来做回答 感谢您的电话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 北风 北风我们刚才你也提到 我们听到观众朋友也提了 就是说你之前也说到说 所谓这个 这个为人民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们知道其实在2012年3月 我们看到贵州省的 这个住贵阳办事处的 办公室主任这个文永东 他还问了记者说 你是为人民服务的 还是为党服务的 那在当时也掀起了 一个渲染大波 你觉得所谓这个为党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心态 是不是其实是一个 没有办法根除的一个心态 其实刚才 韩林超老师也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是为上的话 那就叫为党服务 因为领导代表了党 党又代表了人民 那你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的话 你就变成为下 就是说你顾着自己的选民 当然在中国这个 现实的政治状况的话 这些人当然是为党服务 远远大于为人民服务 因为他们能否升迁 取决于 党是否满意在这一点上 所以在贵州这位官员说 你是质问记者 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 在他们的逻辑上看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也是中国一个行政改革 我想很大的问题所在 就是不能为自己的 不能向自己的人民负责 那林长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知道这里 克强推行行政改革的时候 其实跟部分中国进入WTO 也有所关系 就是所谓在外企进入中国的时候 需要有一些行政上的便利 所以如果说这次行政改革 没法成功的话 对于中国的经济环境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经济环境 肯定是有一些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它的最大的影响 还是因为行政那么多的官员 大概现在是吃黄粮的 可能是五千到六千万 每一个平均二十个 或者是一个中国国民 就要负担一个官员 就是吃黄粮的人 那么这样的是给国家产生 带来很大的负担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 它是一个腐败的巨大的温床 那会从内部 社会的机制的内部 造成腐败 造成溃败 那中国共产党 自己的进化能力 已经几乎就是不可能 有进化能力了 就像一个医术再高明的医生 你也不可能为自己做手术 摘出癌细胞 癌器官 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的经济发展 可持续的发展 实际上已经是被这个权贵集团 把他这个绑架了 中国不可能往前走 经济发展不可能再提升 不可能这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说因为过去 对小平采取了这个 莫德石头过河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这个做法 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情况下 不保证这个社会的 一个基本公正的情况下 先让一部分富起来 先让这个权贵集团 先富起来的这个做法 实际上造成的隐患 和他的这个危机 已经开始在显现了 如果现在下一步 再不继续推动 对潜力的限制 消除清除 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 那么这种灾难性的结果 可能还会更严重 北方我们最后 大概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想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看到了前不久 李克强在公开场合 批评中国的网速慢网费贵 那么他这个批评出来以后呢 工信部很多部门呢 就迅速行动 做出了提网速 降网费的这个切实的承诺 所以给人民带来了 很大的好处 那您觉得这次李克强 批评了有关部门之后 这个有关部门 会不会采取一些 比较实际性的行动 来利益人民呢 这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网友监测发现 运营商尽管说 网速是提高了 但是当你访问 境外网站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速度 可能会变慢了 也就是说 你可能连本地快了 但是要出境外互联网的话 你的整个贷款 反而被缩小了 所以在运营商那边 它只是表达了一个姿态 但实际上网民并没有 从中得到多大的好处 这也是中国的利益集团 面对这个来自于上面的 政策性指令的时候 他们的阴凤阳尾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应对的例子 我想目前的基本结构不改变 还会继续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 是的 好的 谢谢北方的分析 看来李克强的行政改革之路 可能会走得非常的辛苦 因为时间关系 关于中国总理李克强 为何痛批证明 你妈是你妈的做法的讨论 就先告一段落 感谢哈德区研究所科 做研究员韩连潮先生 以及独立媒体人 温连潮先生参加这个话题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BOA卫视时日 答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在明天节目当中 将带您来关注 四川临水线抗民事件 是否凸显中国的公共治理危机 以及湖南律师谢阳被打 背后的黑手是谁 欢迎您主持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 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 卫视留言板去留言 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Facebook 或者是Twitter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线VOA.io 和Twitter.com 斜线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 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BOA卫视 我是黄耀逸 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